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環的地產經紀 今天來到樹林間 我們這次來到Burquillam 這個區域我們兩三年前經常來分享有很多不同的樓盤 但剛剛過去大半年一年就比較少 進攻它都有不同的樓盤貨賣 Skytrain站附近的發展都很緊密 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今天選擇了一個準備開盤 一個單位都沒買過的 而且是一個比較可順賴和高檔的發展商 Qualax Landmark 準備發售一個項目叫Iron Wood 它不知怎樣叫Iron Wood 不過有一個Wood字可能是襯托比較多樹林 因為Burquillam這個Skytrain站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 Burquillam在上面 Loki在下面 整條North Road都不斷發展 Burquillam相對會更安靜 暫時它的商場雙圈發展都不太密集 發展商是Qualax Landmark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發展商 之前也分享過至少他們兩個項目 一個是西區Legacy 現在已經蓋好了 另一個是T-Shirt 在Matchel Town那邊 也算是2025、2026會蓋好了 現在可以說是我印象中 第三個和大家分享它的項目 這個發展商Qualax Landmark 未必是大家經常聽到很大型 發展很多樓很多旗的 都是一個比較Boutique 比較晚工出小火 是想認真做好一個建築 所以我們來到售樓處 看到它用的Model 所有的Floor Plan 包括裡面的Show Home 都已經做好了很Ready 讓大家進來 可以了解之後 就可以做決定的一個樓花項目 和發展商的Style 而這座樓在Burkwitlam 我很久沒有來過Burkwitlam 這邊來介紹樓盤 其實中間這裡 都有一大堆不同的項目 在賣的 今次和大家分享Iron Wood 是出於什麼原因 不重 做得不實力 今次和大家分享的Iron Wood 是因為 除了因為發展商 我覺得比較可信之外 而且是座落的位置 相對來說 可能比較適合自住的朋友 踏入了2024年 已經少了很多 純粹說 隨便買個單位來投資的朋友 很多都是說 我真的想買一個自住單位 投資這些 遲些才算 錢放在銀行 所以我們去選樓盤 選樓花的時候 更加要看單位 不是只是便宜那麼簡單 是裡面有沒有一些位 我們會去喜歡 或者是想住在那個建築 所以會考慮更多 發展商的質素 裡面的設計 以及景觀 是否有永久性 或者比較舒適 我們進去這個建築 這是向北的 所以大家看到是山景 它是坐落的位置 這邊是North Road 也是一個繁黃市中心的附近 但是稍微不是迫在中間 因為如果我們向它的東邊 看過去 這邊是東 然後到東南一點 你就會看到它的市中心 其實就在這個位置 Burkutlam 這個Sky Train 現在已經是存在的了 由Iron Road 走過去 within 5分鐘的Walking Distance 但是你已經可以避開了 在這個盒子裡面 跟著Sky Train 會有多些聲音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建築 因為其實這個建築 附近都是有建築的 近Burkutlam Sky Train 在這兩年內發售的Alina Amwood 或者是其他 總之很多不同的項目 都會在這個位置 陸續可能會越來越多 因為始終都是近Sky Train 現在Burkutlam 這個位置的商場 它也是比較up-dub 但也有計劃 它會變身 成為一個更現代化 和有用的商場 暫時都是比較重要的 在這裏 將來會改變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Smith & Farrell 在正南方 Mirriot 在這邊 YMC 全部都存在 新樓就在這邊 所以它的東邊 東北東南 都是比較適合的 向南邊 大家就已經會看到了 一路下去 Sky Train 這邊North Road 下去 就會是更加適合的 Lowheat Town Center 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Ben 在下面 還有City of Lowheat 在Lowheat Sky Train 站在下面 這就是整條 North Road Burkutlam Lowheat Sky Train 整個Corridor的發展 你都會預料它 會越來越多 發展商 就reserve了 這個樓盤 比較好的兩個位置 就是向南 和向西 向南的話 這些是Existing 一些Town House 不是太舊 所以變了它的 Rezone 和立即變成 一個High-Rise Building 的機率可以說很低 再前面有一些舊的建築 再前面 已經是Spin and Zero 所以向南 它有距離 不會馬上扭 亦是景觀 比較安全 向西南 西邊 更加開放 因為它的North Road 對面是Burnaby Burnaby 市政府暫時 對於這一邊 這一處的規劃 全部都是獨立屋 未去任何變金 主要是Coculum 市政府正在改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西邊 景觀很舒適 可以看得很遠 你可以看Burnwood Metrotown 甚至高層 隨時有些海景 然後向西北邊 就會看到SFU Mountain 大片的Green Space 然後北邊又怎樣 北邊也是一個Question Mark 因為現在北邊 大部分都是獨立屋 這裡有一個很小的公園 就是Octel Park 市政府努力地收購附近的屋 想將這個公園擴大 創造多些城市綠洲的感覺 另外House 亦都有人嘗試去收購他們 但似乎是暫時未成功 將來是怎樣 就未知 所以北邊是一個Question Mark 看完大環境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建築 Exactly 座落的位置 以及它是怎樣的 那個Lot 這一條就是North Road 南北向的North Road 然後這一條就是Como Lake 他們就是這個甲角位 Entrance就會在這條世界Tindle Street 這個位置進去 進去後會有一個停車的平台 Parking就是這邊進去的 大家看到其實它是兩座樓 兩座都是水泥樓 這一座就是真正正的住宅 建築是全水泥的 43層樓高 旁邊都是水泥的 裡面會有38個可以買的單位 也會有18個出租的單位 出租的部分是由YWCA去管理 專門租給單親媽媽和小朋友 然後它的會鎖分別是底這兩層 大家看到這個比較特別的框框 好像木條一樣的設計 有一個court yard在這裏 另外也會有兒童花園 是Low Rise的高層 上到最漂亮的Corner 西北Corner 這個27、28樓也會有Spa在上面 我們給大家看看將來的效果是怎樣 這個位置是大廈的Lobby 它是Tindle Street的內街 再轉進去 有一個自己的地區 門口會有比較多的停車位 讓你離開 這個不是每個建築都可以做到 我每次都是選擇有這個Session 才和大家分享 有很多可能只有兩三個街位 找不到地方停車 又要停在哪裏 或者有人Ford 讓你進去 這個是比較貼心的位 進去Lobby 剛剛提到的三層層高 它的設計都是搭配外面 有很多木條 給你一種自然的感覺 包括這條彎的樓梯 我覺得很漂亮 很多植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Fitness center也挺大的 而且它是對正中間的court yard 讓你做健身的時候 不會太有壓迫感 而是看回植物的感覺 其中一個發展商比較signature 今次在這個項目想做的 就是類似一個reflection pool 但你不能游泳 類似一個water feature 等待這一堆 比較矮的 例如你買一樓 二樓 三樓 這些confort building 你也可以看回水的景色 這是比較特別 有個瀑布 然後就是27、28樓的Vista Sky 類似一個spar的地方 它會有桑拿 有霜霜 還有一個洗澡的位置 外面有空間 讓你可以休息一下 看回比較漂亮的景觀 因為上到高層 你基本上就是看回山 和樹林景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每一層的單位分佈 基本上整個session 整棟都是這樣的 一層有10個單位 最大的單位放在西北corner 09單位 它在13樓以下 會是一個三房 但其中一個是Lock Off Suite 可以獨立出租 等一下跟大家看 4 plan 另外在13樓以上 會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三房單位 另外的三個corner 東北、東南和西南 它全部都是八百多呎 兩房兩次的單位 然後夾在中間的 就全部是一房單位 我把所有的4 plan 都上載到我們的網站 carryquite.com slash ironwood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主力和大家分享 是自住型的 因為大家都會比較 可能著重景觀 和價錢方面 而且這次項目的定位 定價是不高的 差一點 你可以買更漂亮的景觀的位 那為什麼何樂而不為呢 好了 我們先看看最大的單位 109 我們用18樓來舉例 這個900多呎 是一個真三房單位 門口進來 有少許走廊 這邊是廚房 客飯廳 然後是一間房 兩間房 三間房 主人房 可以擺到 King size的床 然後是有walk-in closet 另外兩間房 都可以分別擺到 Queen size 洗手間就是這裡 小小的露台 這個就是三房單位 價錢大約看樓層 約100萬 當然 樓層越高 你去到三十幾四十樓 可能去到八一萬多 這個階段 西北階段 如果去到低一點的樓層 譬如說12樓的話 他的職位會有少許不同 如果大家希望 將來 你自己的單位裡面 再可以分租出去 或者是想被一個家庭成員 獨立住的話 都可以考慮這邊 門口進來之後 這裡會有一個share洗衣房的位置 大家看到這裡還有門 門口進來 這邊兩道門可以關閉 是各自的空間 大家可以share洗衣機使用 如果要出租出去 或者給其他人用 這邊再多一條鎖匙開門進去 有一套廚房 有衣櫃 然後睡覺 還有洗手間 如果你是一個primey residence的話 你進去就是兩房 再加一個洗手間 有完整的廚房和飯店 這兩間房 主人房 大房 就可以放到queen size 小房是一個 叫做single bag 這樣的size 然後 這也是同一個corner的位置 三房 多少錢 這個lock off suite 會比三房 起價貴一點 可能105萬 那些左右 開始看樓層 兩房單位 都很好 868尺 這個 就會和我們 稍後和大家看的show home 是一模一樣的 門口進來 一個小小的走廊位 洗手間 又是full size 廚房和客飯廳 兩間房分開 主人房 king size 有walk-in closet 細房 就是queen size 這個也是景觀很漂亮的 西邊完全open 看回樹林景 獨立屋 南邊 就會遠一點 看到smith and pharaoh 那些高層 採光都很好 好像這樣的兩房單位 現在的starting price 大約是80美90宗 左右的價錢 其實和三房單位 可能差十幾萬左右 它會比另外兩個corner的兩房 一百零二十四 是比較貴的 因為始終它的景觀 是比較永久性和漂亮的 這兩個單位的兩房 的積積差不多 但是面對東這邊 會有多些雜不登的東西 起樓 sky train 商場 最後和大家分享 一房加釘的單位 最好的號碼 最好的號碼 一百零百 這個 會是一個很試正的一房加釘 室內面積五百三十八尺 門口進來沒有走廊 大的洗手間 有長的台面 有一個書房 給大家放東西 或者做書房 然後也有個完整廚房 連shelving都有 認住這個S字很重要 這個很少發展商會幫你做open shelving 等一下和大家說 然後有個位置給大家放餐桌 Washer dryer 加closet 很闊的 差不多一二三四 四片玻璃左右 寬度的一個living room 然後放開放queen size 還有一個長長的露台 向西邊 採光比較充足 以及可以看到比較好的景觀 一房加釘 這樣的單位 大概是六十多萬 六十萬宗 已經不是最低的那層 可能大家都是選擇十幾二十樓的樓層 這個會比較推薦 當然 在所有的一房 這些夾在中間裡面 我想08單位應該是最貴的 因為它是景觀的各方面 0605基本上是一樣的 差一點都是一房加釘 0301就是沒有書房 他們是這樣的一房單位 便宜幾萬元 如果大家下去買到比較低樓層的 12樓以下的一房單位 可能真的五十多萬已經買到 不過便是沒有車位 現在跟大家參觀示範單位 看一看4 plan 好 現在跟大家參觀示範單位 以及看4 plan 好 好 我們現在即將進入參觀的 就是Iron Wood的一個 很小的 不要吵 C1 plan 兩房兩次 剛剛跟大家說了 它是一個西藍角色 漂亮的位置 室內面積868呎 兩房 凡是大家有興趣的plan 有一個S字 都會有這個open shelving 是做給你的 這個在大部分的售樓柱 都會是一個display item 我要提醒大家 這個不包的 但今次這一組是包的 現在大家進去看的示範單位 是淺色 所以櫃也是淺色的 每一格 每一格裡面都有燈 大家可以放東西 放鎖匙 放什麼都可以 好了 門口進來之後 我們今次會看到一個 幾不一樣的廚房設計 以往大部分的廚房 都會是countertop 然後上面會有櫃 今次發展商很有趣 設計師說想做一個簡單 simples的主意 令廚房空間看起來 沒有那麼重的壓迫感 不會說全部都是櫃 然後很低 所以它就clean out 這邊的shelving 只留了一個box 給抽圍煙機 桌面空間 石面至上 裡面有兩盞燈 那怎麼辦呢 儲物空間不足 當然下面是有的 照樣有大櫃桶 也有多格小櫃桶 然後下面也有大的櫃桶 有些廚房 你的廚櫃主食桌面兩邊有櫃桶 除此之外 還有這邊 可以offset我們miss了的上面的cabinet 基本上由頂做到下面 除了頂那格之外 這邊每一格都會有可以拉出來的櫃桶 變成大家拿東西的時候 不需要每一格櫃桶都是金屬包面的 都有少少的脆水性 不會怕放些濕的東西就漲起來了 這個門也做得很漂亮 它是有一個整條的粒槽給你開門 看上去很舒服 然後這邊才是雪櫃 這次的電器組合是用了Borda Sony 意大利牌子的 雪櫃、微波爐 雪櫃、焗爐、爐頭等 全部都是30寸的 兩方單位 除了這邊的櫃之外 如果你們買回這個側的話 剛剛用這個shelving 這邊還有一組 好像長面一樣隱形了 都是櫃來的 有一個門口的entry closet 可以放很多東西 大家如果沒有那麼多三掛 之後都可以再買版去改進它 這些全部都是放好 然後再有一個洗衣機乾衣機 都藏在同一個設計的衣櫃裡面 讓你進來的感覺很舒適 好像一體成型一樣 接著就是一個island 這兩房單位是配給大家的 剛剛這些櫃面都是淺灰色 台面是白色的 這邊是儲物 這裡的長度 現在放了三張巴椅 都可以坐在這裡吃東西 水槽就放在中間 剛剛沒有說到抽油煙機 這個是電磁爐 induction cooking 下面也有一個焗爐 同樣也是同一個意大利牌子 這邊微波爐 微波爐下面 巡礼不是櫃桶 剛剛還想說巡礼也是櫃桶 微波爐下面 洗手盤旁邊 就做了垃圾桶 不是簡單單的兩個 亦有四個給你分類 放多些垃圾 洗手盤下面 就有一個很巨大的空間 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邊 洗手盤旁邊 就是洗衣機的 那個叫ditchwasher 都是Bernasony的 整套 之後這個積的話 來到中間 就會是一個dining area 到時就不包這盞燈 但是會裝著一塊東西 讓大家可以幫忙 而且它很有趣 它是一個corner unit 所以它做了窗的設計 就不是說這邊是實場 那邊是窗 它中間都有些窗去採光 我覺得這個 是露台門 就是露台門 所以在說這件事情 就是採光露台出去 當你把窗放在中間的時候 變成你的廚房和客飯廳會光亮 我們之前看到很多大部分 這些corner unit的樓盤 這個都是牆壁 可能窗在這裡開始 有些時候會客飯廳 廚房就會暗了 這是一個優點 露台在這裡出去 這邊有一棵牆 給大家放電視 沙發 這邊繼續是corner的窗門 也比較方便 大家如果喜歡出去BBQ 喜歡出去坐的話 如果露台門太近 可以扔到一邊 或者走很遠 這邊已經直接 真的可以開了 露台門 就可以出去 好了 廚房講完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兩間房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感 是比較足夠的 因為我們剛剛看了 一直都說 主人房可以放到King size床 門口進來 大家看到 跟King size床之間 還有幾步的距離 不是打開門 已經碰住床角 這個空間感 我覺得真的不錯 放了King size之後 兩邊還可以有床頭櫃的空間 這裡發展箱 還可以配到Jazz 所以這個 真的比較適合自住 跟頭子盤很不同 然後大窗 這邊可以開的窗 這個房間是向西邊 所以你會看著樹林景觀 然後這裡過來 就會有個walk-in contact 剛剛說了 有個可以關門 進來放很多衣服的空間 包的 這些是包的 這些是包的 然後這裡 有門 就是洗手間 大部份的洗手間 都盡量做多了 闊一點的桌面 就不是這樣 然後有兩架櫃桶 櫃桶裡面 都做了一個small organizer 給你放小東西 大可以放旁邊 然後下面還有一架大櫃桶 中間其實都有一個金屬的位 有時候讓你手濕 它開的時候 就不會容易弄到木面 長期浸到脹 然後這個是洗手盤 洗手盤的上面 沒有鏡櫃 但是做了一行 quart面的給你擺東西 又是方便你擺濕東西 不是直接是牆壁灰板 有整塊鏡 可以照鏡照全身鏡 都容易一些 然後這裏 quartless landmark 是有個毛巾架的 記不記得T-shirt都有的 就是你那些毛巾 可以放在暖 有時候洗完澡之後 就會容易一些乾 即是塞毛巾一邊都不乾 有時候想放底褲 都可以放在那裏 這邊就是洗手洗澡的地方 它是纖維底座 這裡幫你做了一塊東西 可以讓你放木爐 不過我覺得這塊比較小 你有沒有遮住 遮住我 遮住我 然後磚是直條形的鋪 通常是橫鋪 直條形的鋪 挺特別的 然後有一個 ring hat 然後也有一個可以拔的花灑頭 手盤就是中間 好 主人房就看完了 跟大家看看第二層房 它是分開的 第二層房就從這邊開門進來 這個就是放 queen size 又是了 裡面有一個門口 不需要擔心開門 立即撞到床 這裡有一個開門位 然後衣櫃這邊 就是做了衣櫃門 裡面就是普通的 shelving 我們現在去看看第二層房 因為這個show home的設計問題 所以門口的位置進來有少少不同 實際上這裡是實場 廁所的門口是這邊進去 真正單位的門口大概是這裡進來的 洗手間的話 第二層房跟主人房洗手間大同小儀 浴缸變成浴缸 一樣有handheld shower 桌面空間充足 這邊可以放東西 跟剛剛一樣沒有鏡櫃 但也沒有了中間的桌面 大大一塊大鏡 要不需要看我特別 是啊 這麼小啊 一房 算了吧 深色就有了它 不要看了 好像是reception 怎樣?你在這裡打工嗎? 你在哪裡? 我現在在這個溫大雨林 但你望鏡子 你不要經常看著我 變成你好像不知在哪裡 因為我看你的反應 你不用看我的反應 你自己說